而再过半个月就是农历春节了 不少人现在开始要办年货 台中市的卫生局他们就发现了 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梅子麦芽糖 是加了不该加的甜味剂 这甜味剂如果让孕妇吃下肚的话 很有可能会产下过冬儿 也因此提醒您不可不慎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接近 卫生局前进大卖场来个年货 大鸡茶 各式各样的年货 只要过年迟到 样样都要抽检还要抽咽 结果这一页一页出了 糖果有两件不合格 外头裹了麦芽糖 里头包了一颗梅子 卫生局抽检到 里头加了不该加的东西 叫做甜味剂 太鲜艳的 或者是那种看起来是人工加工品的 或者是它的形状很漂亮的 像这个东西都不尽于天然 所谓甜味剂加入糖果是为了增加口感 甜味是蔗糖的300倍 加入甜味剂的糖果吃进嘴里 会觉得口渴和肠胃不适 糖果一律禁止添加 因为如果孕妇吃下过量的甜味剂 可能会产下过冬儿 糖精如果吃得太大量的话 长期大量去吃的话 可能会造成肝脏肾脏会有影响 那对孕妇呢 可能会产出过冬儿 市面上常见的梅子麦芽糖 加了不该加的甜味剂 过年吃糖 无论大人或小孩 太鲜艳或太甜的糖果 能不吃就不吃 多一份留意 少一份损害健康 这位林元宾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